那想問主命這邊,過去應該也有蠻多不同的案例,就是關於民眾陳情 希望說空情總隊這邊的黑衣直升級應該要去哪邊協助這樣子 應該有不同管道的各種民眾的訴求這樣 那想問主命,就是通常這些民意進來的管道到空情這邊會有哪些管道 那空情在過去是怎麼樣處理這些民眾的意見 我們是救災單位嘛,那我們之前接受到民眾的議題的話 大概都是跟救災直升級的初勤的時效或它的救災能力有比較相關 那一般這個問題,一般民眾以前最大的落差就是說 民眾認為他被救折嘛,他在當地他認為天氣是非常一片晴朗的 可是我們的起飛機地剛好是天氣是沒辦法符合放行 他都認為說天氣這麼好,我這邊有人帶救你為什麼不來 其實剛好我們的飛機剛好,起飛地剛好是機場天氣是沒辦法符合狀況沒有過去 這是民眾以前,之前我們常常碰到民眾質疑的部分是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會透過說明,讓他去了解 所以也是聽起來是比較個案性質的處理 就是民眾針對某個個案有一些質疑 那我們空情從來這邊就是,就當時的狀況去做詳細的說明 讓民眾能夠了解 對,這之前是救災案件比較多啦 那救災案件的話大概 被救者的心態當然是比較心急嘛 那站在我們立場當然要在一切天氣符合放行的標準下 那我們才會派遣適合的直升區去救災嘛 這我們還是以民眾 民眾安全跟我們基礎的安全為最優先的考量 那過去有沒有任何的經驗是 民眾的意見有影響到這邊做事的一些流程 或是甚至是政策的部分 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比較幾乎是沒有 因為我們所有的救災機關都是透過 消航機關、海巡署機關、檢政署機關所轉送 所轉過來申請的 我們沒有 我們很少第一線的面對民眾去申請這些救災案件 那因為我 其實我們一般在AO推行上 在行政的工作上跟民眾的接...就是 民眾直接跟我們申請的部分不多 都是透過救災機關來申請 我們大概都是地面救災的部分 它的能量沒有辦法滿足的話 它才會申請我們的空中救災的部分 這大概是我們之前... 我們現在救災現況的重點是這樣子 了解 那主民因為想像起來 我們空中救災機關其實是一個非常需要 專業知識跟技術的機關 那像外界不管是民眾也好 民意代表也好 是不是常常會對我們空中救災機關 有一些錯誤的期待 比如說民意代表也許就會爭取說 我們這邊也很缺交通資源 是不是能夠來注點一下 像這樣子的需求通常我們空中總隊會怎麼做回應 這個部分我們陸陸續續都有接到地方民代 希望說我們到...尤其是各離島 希望去進駐 那它的目的就是... 他們都是為了鄉親的安全而著想 那是希望說節省那個... 那個後送的時間嘛 如果說我們今天會去進駐在各離島的話 那就可以節省後送的時間 那其實我們站在行政院的內政部的角度 我們服務的部分是全國各縣市嘛 那我們的飛機... 飛機執行救災 因為它必須要有它相關的配合措施 必須要有機場的... 坐邊的服務 那我們飛機才有辦法來執行救災的工作 那這個部分我們透過跟它說明 其實民代都能接受啦 好,好結 那... 主密這邊過去有沒有處理過... 不知道舊零平台過去有沒有真正通行這邊 還有其他提案 沒有欸 這個是第一個案子 對 那... 收到這個 要召開寫奏會議統治的時候 那個當下的心情是... 是怎麼樣的 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在協作會之前的一些想像 就好像是,因為這跟我們之前的一般的會議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們以前會議的話大概都是針對公務機關自己在,針對問題在研討 那這協作會議的部分的話,因為有民眾的部分加入,可能就是 這是我們以前是沒有接觸過的部分 所以主祕這邊聽到行政院或是我們公司這邊說要開箱子會的時候 會不會有點擔心或者是說不曉得到底是做什麼的 就是您第一時間的反應是什麼感覺? 我第一時間反應就是說,今天不管是其他行政機關或者是民眾有疑義的話 站在我們立場我就全力去說明 那我們如果能為民眾服務的部分的話,那我們一定是全力去執行去支援 那一開始的時候看到這個提案,有沒有什麼想法? 民眾的這個提案? 剛開始的想法是跟我們想的有點落差 我們本來是以為說它是要進駐恆春機場的部分是... 因為剛開始我們是有了解說這個背景好像是... 是因為針對恆春機場要關場的部分 那我們就不曉得說為什麼會要求我們空雄隊去進駐這樣子 剛開始是有這種...因為有這種訊息啦 因為我們剛開始了解的是說民眾的原意本 因為我們有事先電話跟他聯絡嘛 在開會之前我們總隊有事先電話跟他聯絡 其實他跟我們表達方向 我們以為說他是希望說恆春機場不要關場這樣子 所以沙盤推延起來其實是... 當時我們遇到的狀況是說我們跟民眾聯絡了 那民眾覺得他關係的是機場要不要關閉 那想像起來其實這個案子最主要的角色 反而應該是交通部而不是空雄隊這邊 但結果因為他的提案的文字都提到了直升機 那所以就變成是空雄隊這邊做主辦 對對對 我理解是這樣 對對對 那...在開會之前對於學作會議的想像 那時候的想像是怎麼樣的 學作會的想像就是... 會吵架嗎還是... 就還沒有看到之前有沒有預設一些可能的... 還是我們內部沙盤推延的時候有做什麼樣的... 我們是想說如果... 因為預估...因為在學作會議之前 我們預估民眾的需求 我們可能沒辦法完全去滿足它啦 是... 我們就想說他可能在會議上會... 可能會... 訴求就比較激烈... 就是比較強烈一點 這是我們當初... 在學作會議之前我們... 本來是有預估說... 或許提案人他對這個案件的... 訴求他在語言上會比較強烈啦... 那結果開會的時候我覺得... 雙方還是滿平和的在討論的... 是... 那在當天的那個印象... 除了說覺得... 沒有像一開始想像的訴求會比較強烈... 言語上面之外... 有沒有覺得... 有哪些部分是... 跟人們想像的... 覺得... 落差比較大的... 或是你覺得... 在協作會... 開會的過程當中... 你覺得印象比較深刻的... 一些互動啊... 是... 大概...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部分... 你說在協作會議裡面比較... 對... 就在整個會議程裡面...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 誰講了什麼話... 這樣子... 在協作會議裡面... 我比較... 一剛才... 在協作會議當中那個... 我覺得交通部那個科長... 一開始就成... 就因為... 因爲那提案人跟他講說... 這個... 恒動機長是不是就直接拨給內政部來... 來運作這樣子... 這個部分我是覺得比較... 蠻有趣的啦... 對對對... 那民眾也是以為好像... 我們直升機... 好像有了硬體設備機場以外... 就可以運作了... 其實這個... 落差還是很大... 其實... 一個機場的運作... 我們直升機... 不單只是需要一個空地... 一個設施而已... 是需要整個軟體... 軟硬體設施去搭配的... 因為整個機場服務... 是需要去經營的... 這樣子... 對不起... 竹命剛才那個問題我想要再瞭解一下... 交通部的代表會這樣說... 是不是因為我們... 空勤總隊其他的起降的機場... 是我們空勤總隊執行負責的... 不是不是... 因為我們... 我們內政部... 在協助會議有提出來說... 其實我們在恒動機場... 我們沒有聽射啊... 因為... 交通部那個部分... 現在目前他是閒置... 目前... 他暫時使用力不高... 不能說閒置不用... 他暫時... 他目前的... 使用力不高嘛... 他是說如果說... 就先... 先借給我們用... 他們是願意的啦...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啦... 了解... 這個部分我再補充一點... 其實我們... 我們空勤總隊所有的各... 北 中 南 花 東... 這五個駐地... 其實我們都進駐在機場裡面... 那... 因為我們直升機... 起降一定要... 透過機場的服務... 那周邊的服務... 民航的管制措施... 那是... 氣象的資訊... 那是... 非常多元... 那項目是非常多的... 不是說單純一個機場... 一個空地在那邊... 給我用... 我直升機就可以使用... 其實... 這跟... 跟民眾的認真可能有點落差啦... 所以原則上還是會... 依賴所謂的民航機場所提供的... 大部分的服務... 我們的... 救援直升機才能夠起降... 對啊... 這個也是成本的考量... 運作成本的考量... 一個機場的運作... 本來就需要這麼多的... 金額嘛... 那你... 那你... 其實... 在... 不管在台北的國際... 台北機場跟高雄機場... 這... 這所有機場裡面... 我們都只是... 附帶了... 進去他們... 的... 機場裡面... 那... 他一起提供我們的... 機場的服務... 了解... 不好意思... 想再問一下... 就是我們那時候... 在準備這個會議的時候... 是... 我記得... 第一次來這邊... 然後大家先... 就是... 先過通... 對... 的狀態... 然後我們有先去... 提供一下... 那個... 不同的消費... 的那個... 簡報的內容... 是... 是... 然後後來又有... 跟... 政委辦公室這邊的會前會... 是... 那... 想要... 請主明這邊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整個準備的過程... 有沒有覺得哪些是... 令你印象深刻... 或是覺得可以再調整的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 這個... 這個主題變成是... 我們內政部我們來主辦嘛... 那變成說... 我們在開協奏會... 會前會之前... 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花的... 我們英吾當然是花了一些... 時間把所有的問題都把它釐清出來嘛... 其實... 其實我們第一個步驟也是... 我們有參考... 行政院這邊的協奏會議之前的經驗嘛... 先去把問題的... 題目先把它釐清出來... 這個... 其實這個部分我們... 做得更早... 我們一接到這個案子以後... 其實我們就有... 直接去跟那個... 提案員做一個... 問題的確認... 它真正的主題是什麼... 那... 真正的主題是... 理清以後... 我們才... 才邀請各相關機關進來... 一起來開會這樣子... 其實這個問題也... 這個案子也... 讓我們學習得蠻多啦... 我們也是第一次碰到這個案子... 我記得那時候還有請其他人要簽你... 對對... 這個是... 這個是... 我們參考之前的案例... 給我們的一些建議啦... 因為你... 問題的確認... 問題確認以後才有辦法... 後續討論嘛... 那你... 問題沒有雙方互相確認的話... 變成... 題目大家... 會... 認知上會有點差異性啦... 所以說我覺得這一部分... 如果... 往後啊... 如果再有辦這種... 就算我們這個機關... 有機會再接觸這個案件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問題的釐清這一步是... 最重要的啦... 因為你... 沒有釐清的話... 雙方沒有互相確認的話... 後續討論的話... 可能會有... 來... 謝謝... 那再... 就是... 再回到... 參加這個... 協作會議的這個過程當中... 嗯... 就是... 這次經驗跟... 主力這邊過去... 有沒有進行過... 類似的工作方... 或者是... 會議跟協作會議比起來... 有沒有比較類似的... 我... 我... 我之前... 我們機關... 我們機關之前... 幾乎沒有跟民眾... 對... 直接對出... 接觸過的... 的案件... 這樣子... 那... 所以... 主命能不能夠... 說說看... 因為我們機關對民眾的... 機會比較少... 嗯... 那... 您覺得這樣子的會議形式... 跟一般我們... 機關公務門在開會的形式... 有沒有什麼樣... 的不同... 或是你覺得... 差異性最大的地方是什麼... 應該是說我們... 我們... 內政部空群總隊... 這個救災機關... 跟民眾所接觸的部分... 就是救災的需求... 是... 就是... 當民眾有案件... 有救災需求的時候... 需要我們的時候... 我們去... 支援執行它嘛... 可是我們... 我剛剛表達的是說... 我們跟民眾的... 行政事務的部分... 接觸比較少... 是... 行政事務的部分... 那救災的部分... 我們當然是跟民眾... 息息相關嘛... 民眾在什麼地方... 有... 需要... 內政部空群總隊... 那我們就一定... 就希望說... 圓滿的任務... 去跟他達成嘛... 任務圓滿去跟他達成這樣子... 那可是行政的部分... 行政跟民眾... 這個行政工作部分... 是比較少... 民眾相關的... 權利義務的部分... 就是... 一般行政事務的... 是比較少... 對... 對... 那會議結束後主... 你這邊覺得說... 這樣的方式... 跟政府啊... 民眾啊... 還有各種不同角色的... 利害關係... 這樣溝通的方法... 如何... 我覺得這種... 管道應該... 成效應該是很好啦... 因為... 雖然提案人... 它沒有... 我們好像... 提案人... 它主要訴求... 我們沒有滿足... 其實... 我們政府的做的部分... 應該是... 越做越多嘛... 我們... 其實... 我們在投注... 它本來是... 它本來... 它出發點是... 為恆春的居民來想的... 相關的權利義務要... 要... 的訴求要爭取嘛... 其實... 它可能... 剛開始是希望說... 好像一部直升機進來以後... 就好像解決了所有的... 大部分... 醫療部分的問題都解決了... 大部分了... 可是... 相對的... 整個政府在這個部分... 不管是... 我們總隊當然也知道說... 民眾的需求是... 當地有空中專... 緊急醫療救護的需求嘛...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說明給他聽... 其實整個直升機進駐... 進駐到恆春機場... 放在高雄機場... 其實它的... 它的... 它的... 它的機場的... 項目比較... 因為恆春機場... 受到天氣影響的... 限制比較多嘛... 它的可飛天數比較少... 那高雄機場是一個... 完整的國際機場... 它的天氣... 沒有像... 恆春地區有... 例行的洞山峰嘛... 那限制就比較大... 其實它在高雄機場可以... 起飛天數是... 是比恆春機場高的啦... 那在整個協作會議... 它... 在整個案... 這個會議開完以後... 雖然... 那個... 提案也沒有... 直接滿足它的需求... 其實我覺得政府在這個方面... 投入的資源應該也... 越來越多... 是... 那... 有沒有建議... 說... 我們在整個協作會議的這個... 安排... 然後到... 實際上開會的這個... 過程當中... 有沒有哪些部分... 可以再調整更好... 給我們的一些建議... 你說... 給... 給... 給我們... 這個部分喔... 這個部分喔... 這個部分我... 我覺得... 你們在把我們這幾個機關的平台... 串起來的部分串得非常好啊... 就是... 因為一個議題... 在民眾的例子... 比如說... 我用這個例子來講好了... 民眾認為... 直升機... 進駐恒程機場... 好像就是... 飛機所有者... 內政部空情總隊的事情而已... 可是... 我今天... 其實我今天我飛機... 就算我今天飛機... 擺在那邊... 其實三天... 一段時間以後... 我的飛機後續的維修... 加油都沒有補級上來... 其實我那架飛機在那邊是... 是沒辦法發揮作用的啦... 他... 因為... 站在民眾立場... 他可能不曉得... 那我在... 我覺得行政院在這個角度... 是... 把所有的機關... 把相關機關都把它拉進來... 一起做... 大家做討論... 其實大家會互相... 更... 各機關... 內政部所... 沒有... 行政院底下所屬各機關... 會對各機關之間的AO... 互相了解更深嘛... 會更深入的討論嘛... 了解... 那我們當天在... 會議的設計... 有一些... 有一些... 方法跟技術在裡面... 大家想要問... 主密這邊... 真正哪個... 方法的一些意見... 那第一個是... 針對我們... 現場有開一個... slido的網頁... 就是讓... 現場... 不敢發言的人... 他可以硬發言... 或是說... 他有看直播的人... 他可以... 發言... 如果有... 覺得有... 不錯的訊息... 我們就會把它拉到... 新制圖裡面... 讓大家一起討論這樣... 那... 主密對於... slido這個... 用法... 有什麼樣的... 意見... 正面跟負面的... 我覺得這個... 這個做法就是... 可以收取到更多的... 意見的管道啊... 因為... 其實我們開會本來就要解決問題啊... 有些民眾... 或許他... 因為立場的關係... 他不便在... 現場... 現場用... 透過... 透過... 麥克風說明給大家聽... 他就用... 這種... 管道出來... 我覺得這個... 這個管道非常好啦... 因為畢竟我們開會就是要解決問題嘛... 那解決問題的... 前提就是要先收集問題啊... 對不對... 第二個的部分... 是新制圖的部分... 在新制圖... 我們現場是當天吧... 我們之前就有... 會前會就已經有... 弄出一個初稿... 那現場的人... 他是可以... 方便讓他去看一些賣店... 然後再補充... 對對對... 那... 但是... 這個部分... 也有優點跟... 跟缺點... 那... 不知道... 主民這邊認為... 這樣的方式... 在... 協助會議上面的安排... 對您來說... 優點跟缺點... 會... 你說... 就是在現場畫的那些... 像便利... 貼力... 對... 這個是... 就是把... 把問題的分類... 把它... 歸結在... 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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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位裡面嘛... 這樣子... 這樣可以... 有助於大家來釐清說... 你的問題的... 你的問題的性質... 應該是有誰來要來解決啊... 我是覺得... 對我來講... 對我內政部空總隊來講... 我就很明確說... 知道這個問題... 應該是有誰來打... 才不會說... 因為... 畢竟有... 書面資料在這邊嘛... 大家不會說... 有時候聽了跟... 直接... 實際現場操作... 是... 不一樣的... 這個... 這個... 你們... 運動這方式... 我是... 在其他公務會議是... 比較少看到... 我覺得這個... 這個... 這個... 做法會讓我們各機關... 針對問題的屬性... 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 的了解啦... 而且... 你要針對問題來說明這樣... 那... 那有沒有一些比較... 呃... 覺得... 不太... 因為像... 新制圖不是... 一個常用的一個房子... 在公務的開會機關... 呃... 一個開會的場率裡面... 會用的房子... 那不知道... 呃... 對您這樣公務而言... 來看... 會不會... 在... 一開始... 門檻... 可能會覺得... 排斥... 還是會覺得... 我為什麼要... 用一個新的這個... 方式來... 有沒有一些... 覺得比較... 負面的... 這個... 這個部分我是不會... 可是我在開會... 整個現場裡面... 我是有發覺... 我是... 我在代表內政部那邊開會... 我就覺得說... 有時候... 一個議題出來... 就像許先生講說... 他問一個問題說... 交通部現在... 問我說... 交通部... 他問內政部... 現在交通部願意把... 機場撥給你們了... 你們要不要... 這樣問題會讓我們覺得說... 嗯... 其實... 有些部分... 涉及到... 政策決定的部分... 的部分... 其實我們... 如果事先... 我們機關... 我們開會也沒有... 經過授權的話... 其實這個部分... 我們是不會去... 回答... 我們是不會去... 回答民眾... 如果今天是同樣是... 公共機關在開會的話... 我們就跟他講說... 這個部分... 其實這個部分可能... 需要行政程序的... 承核啦... 就算大家... 雙方都同意以後... 還是要... 行政程序的承核啦... 可是對於民眾來講... 他認為說... 人家都要給你了... 你為什麼不要... 這好像就是一個... 選擇不是一... 就是零... 這樣子... 這對我們議會人員來講... 會有時候會造成... 如果沒有說明清楚... 我是覺得會... 會比較... 會跟民眾的認知有差異性啦... 這樣子... 那還有另外一個部分是... 我當天應該是有直播... 那直播的部分... 有沒有對您這邊... 有一些正面或是負面的... 的感受... 的考量... 不會... 不會... 有沒有... 直播這個部分... 對您這邊... 直播的部分... 對我們... 你說對我們機關嗎... 或是... 或是... 您個人... 不會啦... 因為... 其實... 會議就是要... 解決民眾的疑義嘛... 其實今天是... 今天如果是我們存公務機關討論... 其實我是覺得... 大家... 討論的... 就可以比較... 按照我們公務的運作方式去討論... 因為就有民眾進來... 其實直播... 其實我覺得那天提案人他的... 他的... 那個... 發表的... 那個語言也不會很... 很強勒啊... 跟我們之前在聯絡... 我們之前在電話聯絡的時候... 有時候他講得還比較... 然後... 他還講得比較激烈一點... 其實我們當天在... 在... 他在討論的時候他... 我覺得他發言還好... 他訴求還好... 可能是已經經過... 因為我們特地下去... 恆春地區... 在開會之前... 我們內政部... 空調隊就特地下去兩艘... 去跟他了解他的... 議題... 跟他說明說怎麼原有... 跟他... 了解他的背景... 可能他已經某些... 某些訴求... 他之前已經有... 說明過了... 這樣子... 變成我們來講... 我們本身也就提早... 就提早... 接受到他問題的... 的訴求...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說我是覺得... 他那天... 的訴求... 還滿理性的啦... 可能... 唐委員... 唐委員也是很... 關心他啊... 他一直也是很... 感謝說... 行政院這麼大... 一個政府委員... 這麼關心他的... 提案的事務... 其實我覺得這一點... 那個提案人真的是... 應該是有... 內心有感受到... 我們整個政府機關去... 對他事情的... 的關心啦... 雖然他沒有... 沒有... 一次就滿足他... 當初... 要請我們內政部... 空調隊... 職程區去進入的... 的訴求... 可是後來其他的部分... 醫療的部分... 交通的部分... 其實很多部會都有... 都有跟他說明... 後續的規劃情形嘛... 那最後一個是關於... 竹子稿的部分... 嗯... 不知道在... 竹子稿其實有兩件事情... 就是一開始... 說要記錄竹子稿的時候... 會不會讓你... 你這邊... 會有一些... 才能排斥... 因為可能會覺得說... 每個資格被記錄下來... 那後續來說... 有沒有一些... 幫助... 就比如說... 可能竹子稿可以... 讓你這個... 有做後續的運用... 比如說... 澄清的部分... 或者...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幾個面向... 對於竹子稿的一些看法... 竹子稿對我們來講... 我們去參加會議員... 當然會... 無形中會有一種... 壓力存在... 說真的... 就是表示說... 你... 所講的每一句話... 跟你的... 有關公務的部分... 是要... 是要負相關的責任的... 那... 當然... 變成說... 我們來處理這個... 對議題的發表... 就會比較... 更...更...更...更謹慎啦... 更...更...更謹慎啦... 那... 壓力是有一點點啦... 那... 我是覺得... 不會... 不至於造成什麼... 不良的影響啦... 因為畢竟... 公務機關... 執行公務... 在公務場所講出來的話... 本來就要負責任啦... 對... 反而是一個正面的影響... 蛤... 反而是一個正面的... 導入一個... 導到一個正面的... 影響這樣... 對啊... 你在那邊承諾的部分... 就要做得到啦... 那我們也... 因為... 指入稿的關係... 我們會更... 我們... 對議題的推演... 要更詳細啦... 在什麼地方... 能受... 授權的部分... 能達到什麼程度... 沒有授權的部分... 當然... 沒辦法回答的部分... 也要跟... 宇慧遠遠... 婉轉說明嘛... 因為這個部分... 如果沒有授權的部分... 本來... 我... 沒辦法完全... 去跟他回答... 那... 組織稿後續... 你之前有做一些... 後續的... 運用嗎... 比如說如果有... 像類似的... 陳情過來的話... 會不會... 跟他們說... 我們之前有處理過... 類似的案子... 你們可以去看這個組織稿... 有沒有這樣... 後續這樣運用... 有... 這個部分我們有... 我們A5當然有把它... 把整個資料... 有... 有收集起來嘛... 就針對這個議題的部分... 有把... 之前的所有的開會資料... 都有把它收集起來... 那當然... 或許我們如果有... 其實... 今天... 許先生的議題是說... 空情總隊進駐... 恆春機場... 其實離島的部分... 是要請我們進駐... 金門... 澎湖... 馬祖... 那這個部分其實... 進駐恆春機場... 在我們總隊歷年來... 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啦... 其實... 今天所有的... 離島的訴求... 便宜地區的訴求... 一直都存在... 那只是說這個部分... 只是說這個部分... 剛好今天恆春... 剛好是有一個... 有一個完全可以... 好像可以... 無償撥用給我們... 內政部的一個機場... 這是跟... 讓我們使用... 好像讓許先生覺得說... 機場都幫你找好了... 為什麼飛機不來... 其實許先生他本來有這個意... 他本來有... 他本來的... 有這種... 的想法啦... 因為他之前也跟... 恆春機場... 恆春機場那邊好像有... 有去... 了解一下地方的情形嘛... 那我們之前要... 不管是要進駐... 金門啦... 澎湖啦... 馬祖... 其實... 我們直升機要過... 進駐的話... 第一個先起條件... 就是要先蓋... 捧場... 因為你直升機沒地方擺... 你擺就沒辦法進駐啊... 那更何況是... 整個機場的... 桌邊的設施... 這樣子... 因為剛剛... 主持人顧問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 製作組織稿這件事情... 我們對組織稿的運用... 有一個... 期待是說... 當機關... 遇到類似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這個組織稿... 比如說保護的民眾... 可以把這個組織稿拿給澎湖的民眾看說... 其實... 你們想要這個東西... 我們在恆春的時候討論過一次... 那當時恆春沒有成功是因為... 什麼什麼狀況都不能夠配合... 那如果今天澎湖也要討論這件事情... 你們先看看人家... 這些狀況... 澎湖是不是也... 也... 沒有辦法排除... 那如果沒有辦法排除... 其實就... 不需要再... 花更多時間來討論... 對... 我們的想像是說... 獨自搞除了... 解決這個個案之外... 我們就可以把... 因為... 把當時各部會的意見都拿出來... 那在不同... 當然不見得完全適用... 但是你可以... 試著去說服其他地區的民眾說... 你要一個機場... 真的不是這麼容易的... 你可以參考看... 我們之前... 什麼時候開過一個會... 那... 最後的結論... 還是沒有... 沒有直升機禁煮... 類似這樣的用法啦... 當作案例就對了... 當作案例使用... 去跟民眾做解釋... 就會有一整包的資訊... 不是還要從頭... 跟他... 還要再開一次... 對... 那民眾... 想要機場的民眾... 或是想要直升機的民眾... 他只要... 像看連續劇一樣... 或是看小說一樣... 看完那次會議的紀錄... 他大概就知道說... 什麼樣的情況才有可能... 爭取到機場... 那如果他所在地... 沒有具備這些條件... 他大概也不會想再提...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如果... 以後有... 地方有需求的話... 如果是相同議題... 要請我們進駐的話... 這當然是一個最好的說明啦... 因為我們之前... 你開過會... 的... 民眾... 如果說你的... 如果說... 剛好這個地區的... 民眾的訴求是跟... 恆春這個案子... 是很接近的話... 他當然可以... 可以參考... 這個部分... 其實有這些主入稿... 對我們來講是... 是加分的啦... 因為我們... 不管是提供給民眾... 或給民代... 來說明的話... 縣市政府來說明的話... 他會認為說... 我們整個政府的施政... 是前後一致的... 不是說... 不是偏頗的... 不是說... 好像是什麼... 什麼地方來爭取就有... 什麼地方來爭取就沒有... 其實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 因為... 畢竟這是一個... 已經執行過的案例嘛... 是...是... 不會講說... 不會說... 因為之前條件... 在某些時空環境下就可以... 這邊就不行... 對... 對... 是... 其實我是覺得... 那個... 主入稿的部分... 對我們以後... 如果說... 還有其他地方政府... 要來請求的話... 有這個同樣訴求的話... 其實給他... 應該是... 對我們來講是加分的啦... 表示說我們內政部... 在處理這個案子上... 是有... 前後一致的標準啦... 除非說他的... 時空環境之內也是改變的... 對... 謝謝... 那如果在工作上... 有需要在... 雖然說... 空心組織這邊比較... 不會面臨到... 需要跟民眾一些的接觸... 但如果... 之後還會有這樣子的... 機會的話... 會... 會想要... 透過協作會議處理... 這樣子一點... 協作會議... 當然... 民... 我們政府機關就是要解決民眾的需求嘛... 那... 那... 所有的... 民眾的需求... 當然... 我們就是... 我們施政最好是能夠... 我們所有的作為... 我們公務所有的作為... 當然是... 優先是滿足... 民眾的需求啊... 那... 是不是一定要透過協作會議... 那... 那就要看這個... 我就不敢說... 絕對說... 要或不要... 因為... 畢竟我不曉得民眾的議題... 的層面涉及多廣... 可是... 我覺得協作會議是可以蒐集到民眾的聲音啦... 我是覺得這個案子... 因為不管是... 因為... 民眾他在... 地方的需求以後... 有訴求以後... 他會去... 結合一些地方的訴求嘛... 他們就很多聲音就會進來... 那這個本來就是我們... 我們所有的施政作為本來就是要滿足民眾的... 的需求嘛... 如果說剛好我們的... 我們的公務推行可以滿足他... 那我在想... 這政府... 我們政府機關應該... 很樂意來配合啦... 那...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 當天參與的人說... 就是過了這麼久之後... 在回想這件事情... 你說... 許先生他們吧... 因為... 許先生他們對這個案子... 提供的... 訴求... 本來一開始是... 針對我們內政部空重隊... 希望說我們持生機器... 去進駐以後... 可以... 協助做空中專診... 緊急醫療的... 部門的業務... 那這個部門他雖然沒有... 沒有... 完全得到滿足... 可是我覺得我們... 行政院所有的... 各機關... 不管在醫療... 交通... 觀光方面... 或者... 緊急醫療救護這方面... 其實我們都... 聽到他們的聲音啦... 其實這個部門... 雖然... 許先生沒有一次得到他的... 訴求... 可是我覺得... 我們整個政府機關... 都一直在做啦... 一定會... 越做越好... 好不好... 所以... 就主密的觀點來看... 呃... 呃... 我們這一次協助會議辦完之後... 其實就我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 呃... 當然有好的... 有不好的... 有些細節... 確實我們做得不夠好... 那... 整體來說... 主密覺得... 這個... 有協助到... 恆春的民眾... 對政府有多一點信任嗎... 我是覺得有... 因為... 你這個協助會議... 至少把各相關機關的人... 都招進來了... 而且都是相當... 有決策... 決策等級的人... 進來參加這個會議... 而且... 透過這個協助會議... 各機關... 都事先已經去... 先去規劃... 瞭解他們自己的... 對... 就是... 提案人的訴求嘛... 那如果說今天... 不是透過這個... 不是透過這個協助會議的話... 提案人他可能是... 到一個機關... 聽到一個機關的聲音... 到另外一個機關... 聽到另外一個聲音... 可能... 他會認為說... 都在... 都好像... 互相在... 推諉啦... 是... 如果說... 變成說... 我是覺得這個協助會議... 就是... 把所有的... 所有的相關機關員... 都把他找進來... 那... 雖然我們沒辦法... 當然... 提案人... 提案人最大的訴求... 就是希望能滿足他的... 他的... 他的目的嘛... 那我們... 所有的相關機關都在現場... 其實我們能... 我們現行能做的部分... 我們也跟他說明了... 那未來... 未來如果說... 可以達到的部分... 也跟他說明了... 其實我覺得民眾... 他也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強... 沒有說... 一定一步要到位啦... 其實... 我覺得... 協助會議... 就是把各相關人... 找進來以後... 對民眾的... 影響... 我是覺得他會讓... 會讓他覺得說... 至少我們各機關不會互相推違... 因為他... 他如果不是行政院... 出面召集各機關的話... 他可能到各機關去... 他可能是會聽到... 個別的聲音... 個別的聲音... 那可能這個... 這個問題就一直在那邊繞... 我覺得... 這個... 協助會議的... 部分的話... 對提案件來講... 一定... 他的感受一定是非常的... 我們政府真的是有... 對這個... 處理工夫上真的是很... 滿用心的話... 他應該是... 感受得到... 那這個案子最後的... 發展就是... 有三億的部分... 去... 擴充這個恆理醫院... 相關的證實... 嗯... 那... 不知道... 主民對於... 這個這樣子的結果... 有什麼樣的想法... 這個案子後... 後來發覺... 衛福部... 要... 後續要投注的... 經費跟聯益最多嘛... 對... 對... 這個部分... 其實... 恆... 其實恆春地區... 提案件的訴求... 他是認為說... 他要到比較... 大型的醫療院所需要的時間... 二、三十分鐘... 大概... 三十分鐘的時間嘛... 其實這個... 其實我們政府投注在恆春地區... 相對... 其他地區算比較高了... 因為我們的救災... 我說明一下... 我們的救災... 這些持生機... 常常接受到的... 救援案件... 比如說在... 台中的... 和平的... 離山地區... 其實... 轉診也是因為... 他當地也是只有一個衛生手而已... 他也是因為醫療... 醫療設施不足啊... 他也是需要... 才需要後送啊... 像那個... 一個... 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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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美是一個衛生手而已... 其實他... 他也是... 如果是需要轉診的話... 如果他平常那個救護船沒有做的... 如果救護船... 剛好... 沒有... 無法執取的時候... 也是... 請我們總隊直升區去... 去... 來執行這個空中轉診救護的部分... 那... 許先生... 這個案件... 後來投入到恆生地區的醫療... 資源... 應該是比以前更多啦... 其實... 我覺得這對... 恆生地區的民眾來講... 應該是符合他們的需要... 那我們問題都問完了... 謝謝... 謝謝... 謝謝...